经济上它现在因为从4月5月6月 这几个月的有关消费者物价指数 它都一直往上走 那6月公布以后发觉是更高了 到5.4刚刚讲的5.4 那当然美国的最应该要出来说话 就是它主管货币政策央行的主席 他出来讲话 他说这一个5月6月 不过持续物价指数往上走的原因 他认为是短期现象 不是长期现象 为什么是短期 他说这个跟美国现在疫情解封有关 就因为疫情解封以后 老百姓过去关在家里不能消费 那现在因为他释放出来了 他有跑到餐厅去吃饭 他又开始要上班了买新衣服 甚至他要上班 他可能要买一辆车子 所以他这个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造成他的消费增加 那自然的话 那这个物价就往上走 因为供给还是一样的 那个需求增加 所以他认为这是个短期现象 所以美国政府这个言下之意 就是说他的这个美联储 可能不会采取这个升息的动作 因为这个升息造成很大原因 就变成就是说你如果升息的话 那会影响到你股票市场 股票市场这个很不愿意看到 就是你这个政府升息 因为你会把很多资金收回到这个银行里面去 不会拿到市场来好股票市场来投资 那可是这个美国政府显然不现在不是这样看法 而且他也说他短期不去考 不会去考虑升息 不过基本上美国现在一般老百姓 在面临的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个物价 确实有非常显著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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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刚刚还跟赵新讲说 洛杉矶现在一加轮的汽油 要到4.15美金一加轮 那是非常大的 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 美国的一加轮的汽油还不到一块钱 那所以4.15美金已经到一个天价 非常非常可怕了 那这个老百姓他是会比较会有恐慌 很有感嘛 会有恐慌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社会上这种 所谓speculation这种意测 就是说会不会因为通过控制失控 那么导致最后这个央行在 美国的美联储在这个收紧银根 那所以也造成了股票市场的一个动荡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连续性的 不过美国基本上不管怎么讲 他现在这种货币政策是所谓大水漫灌 他是不断的靠货币政策 来刺激美国的景气 某种程度上他达到目的了 因为在美国在过去 这个面临了这么多经济挑战 他居然现在经济还有这样大的活力 老百姓还有这么多的钱出来消费 这表示他收效了 可是有一点必须要考量 这个是纯美国发钞票 事实上是砍我们的这个 砍我们的这个其他非美国人的 收我们的韭菜 因为美国这个钞票用钞票换出来 换回来很多这些 怎么讲呢 就是我们的实际的物质 我们这边的这些货品 我们这些东西都送到美国去了 那美国原来他的比如说他这个币值还比较高 对不对 可是美国现在因为他的美元 这个大量大量大量的这个印发印钞票 他可能一年或者半年以后 美国美元贬值了 我们赚回来的钱 基本上赚回来的美金就贬值了 那美国这时候再用比较低的美元 他再出来他在国内这个享受 所以基本上美国这种不负责任 这种滥发美钞 事实上是我们在替他买单 那中国大陆当然他们这个基本上 跟美国的关系是千丝万缕 不过中国大陆据一般的讲 他手上有一兆一千亿美金的债券 那当然眼看的美金可能要往下 要贬值 因为你美国通货同样就表示美金在贬值嘛 对不对 你美金在贬值嘛 那当然中国大陆有这么多的美元资产 他会慢慢的抛售 可是这个时候你如果抛售的话 你会增加美元贬值的速度 所以这个时候美国就很紧张 要跟中国大陆去想要跟中国大陆来谈这些事情 你不要在这个时候把我的美元抛售 美元债券抛售 这个是有一点落井下石 不过每个国家要考虑自己的利益 我的美元资产如果说都要不断 因为你美国乱花钞票 他将来的币值一直往下降的话 那我干嘛要手上要抓那么多美元 趁着他还没有大扁之前 我就先卖掉一点 这是很正常的嘛 不过政治上美国跟中国大陆这一场较量 这个拜登竞争为这个 定义为竞争全面竞争 这个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得不到欧洲甚至世界各国的这种配合 因为美国都要人家买单 今天我来制裁美国制裁中国的 我还有制裁华为对不对 制裁华为 你美国本来就没有用华为的电信社 美国用美国过去就不像 可是英国 德国 瑞典 这些国家过去都用它的电信设备 很多比如说4G的时候都用大陆的 这个华为的公司的东西 你现在叫我禁用 英国当时就讲了 首相当时讲 我先抛弃华为的话 我过去投资的这些 我现在换一个新系统 我会省私24亿美金 谁帮我出钱 要配合你美国吗 我自己英国纳税人要把24亿美金丢到水里 那德国也是一样 然后很多国家都一样 所以美国今天要组一个抗中联军 人权上 用一张所谓的Lip Surface 讲一些话还可以啦 可是你要经济制裁的话 这些国家不会这么傻 因为你不可能我拿着白花花银子以来 去帮助你美国达成你美国再兴起的目的 这个别人不会做这种傻事的 所以这个经济学人这样讲啊 其实也是点出来啊 美国尤其拜登啊 他如果继续跟中国大陆啊 采取这种新冷战的做法 时代已经变了 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你美国要搞两个体制的话 不符合全球的利益 不符合欧洲国家的利益 而中国大陆不是当时的苏联 中国大陆跟基本上这些欧洲国家 现在都是第一大贸易贸易伙伴 对不对 你要用这个实际的白花花的银子 欧洲人掏白花花银子 来配合你美国的国家目的 我又不是美国的祖国 对不对 你美国又不是我母国 我干嘛拿我的人民的钱去配合你 让你美国人 让你美国人达到你目的了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将来这个拜登 在抗中 全球抗中阵线上 我觉得会有问题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行不通 接着我再继续补问 你既然提到了白花花的银子 所以美元这个白花花的银子 是不是越来越不吃香了 反而是人民币越来越受青睐 因为我们看到呢 这个是人民币国际化指数 创下五年新高 所以呢 这还是美国媒体预测的是 2030年 2030年不快了吗 这九年 有望成为第三大货币 可是事实上我目前已经看到了一个 货币电子化目前是大势 那这个部分呢 人民币可以说是超前部署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各国 其实要跟还跟不上 也就是呢 很多国家都被横甩几条街之外 对大陆上他这个 过去不要说现在 过去十年前他就准备 被让人民币国际化 对 然后呢去取代美元霸权 因为美国这个霸权也太霸了 像他用因为掌握美元 作为国际主要的支付 跟交换的工具的时候 他常用美元去制裁别的国家 很多国家被他制裁的很惨 像伊朗就被他制裁 对 俄罗斯就被他制裁 那中国大陆现在事实上受到的制裁 还没有像这么俄罗斯跟伊朗 受到这么无理的制裁 所以中国大陆基本上他还没有 基本上强迫人家 你将来跟我做交易都用人民币 把美金把它排掉 还没有做 可是俄罗斯跟这个 跟这个伊朗就在做 伊朗跟中国大陆 现在已经达成一个协议 就是说将来伊朗卖石油 给中国大陆做 通通付人民币不用美金 他们就觉得美元霸权 对他们来讲非常不能接受 那可是人民币要从一个 刚刚国际化的 他国际化的这个历史很浅 差不多六七年前 IMF才给他一个 可以作为国际货币储备的 这样子一个认证 所以他还有很长的路 因为你要做一个国际货币 第一个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你的经济规模要大 中国大陆已经有了 第二个你这个货币国际货币 你要能自由流通 这一点中国大陆还做不到 做不到 这个是一个致命商 第三个你要有什么呢 你要有长期稳定的政治经济结构 你的钱不会大起大落 人家才会把你的钱来当储备货币 那中国大陆现在比较受限的是 他还没有办法自由流通 这也就是说 中国大陆人民对自己的国家的信心 还没有 因为中国大陆还是很多人 要拿着钱往外跑 钱往外跑 所以中国大陆 所以他要管制自己老百姓 这个货币就是这个原因 那可是长久以来 如果中国大陆继续长治久安 中国人民自己对自己的这个国家 信心得增强的 不会有钱就想把钱送出去 就想移民 外国人这种情况之下 那我想中国大陆人民币 可能就那个 成为自由兑换的一个货币的这个 基础就会成立 所以你看这个INF 给中国大陆这个货币 给他的预期 其实是算到2030了 不过这个过程中 美国是会受到压力 因为现在作为国际货币储备的 基钱的话 中国大陆大概我看过不到2% 每个中央银行他用货币 中国大陆人民币只有2% 最多是什么 美金 欧元 瑞士法郎 英镑跟日元 那中国大陆是排第六 那他可能过一段时间 他可以排到第三 也就是把那些日元 瑞士法郎 英镑都干掉 可是你看他占到额度还不多 那中国大陆是世界最大的这个贸易国 可是全世界用中人民币结算的贸易 用中人民币结算 我看到的一个数据 也是在20%左右 因为中国大陆本身也没有采取激进方法 把他跟各国的贸易 强迫用人民币 所以他是一个软着陆 慢慢来做的方式 不过我觉得 倒不是说人家 中国大陆会做什么 而是美国 现在滥用他这个美元霸权 滥发钞票 世界各国对于美元的信心递减 然后呢 美国又滥用美元霸权 用美元的这个交换机制 来制裁这些弱国小国 那些国家反感 所以我觉得长久以后 只要中国大陆在政治经济上是一个稳定的 往上走的方法 我想 不要说五年 五年以后 十年以后 你就看到人民币 可能他的国际化程度 对美元造成的压力 会比我们今天会强很多